您好 欢迎收听5月9号的民事Podcast即时新闻 台北市警察局长张荣欣被爆料去年5月的时候 曾经到中山区的一家鱼翅餐厅赋宴 与会人员除了警政与民政人员还有方民馆角头 同时也是青山公主委的黄青园 张荣欣召开记者会自轻强调这是公务残序 事前并不知道黄青园会出席 事后又提供书面向署长报告 张荣欣怀疑可能跟警政署长未接调动有关 才会在520前夕这个敏感的时机点被爆料 而当时设宴的无党籍议员陈振中和作配的民政局长陈永德 也跳出来澄清 双方吃饭只是为了青山季的规划做讨论 不需要多做过度的猜想 赖政府520就职前夕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宣布 5月19号要上街头 而且地点还选在民进党中央门口 含草根改革正面提馆 但外界也好奇国民党是否会响应 柯文哲呼吁人越多越好鼓励所有的人一起上街支持 但是近来柯文哲必案缠身 上街头也被质疑是想要转移五大案的焦点 民进党立委陈冠廷批评 希望柯文哲每天能够先检讨自己 柯文哲则放话想开专访一次写释清楚 高雄医学大学附设中和纪念医院 今天上午收到了一封恐吓邮件 扬言要在医院放置危险品 信中还透露说其真实的身份是助理护士 警方获报之后不敢答意 立刻派员搜查 但是并没有发现可疑人物或物品 而该寄件人的身份也是未造 院方下午发表声明指出 目前还没有办法判断是恶作剧 还是有任何犯案意图 考量到病人家属与工作人员的安全 医院每天都会保持警戒提高警觉 艺人严亚伦被网红要乐控诉 持有未成年私密影片 遭到士林地检署起诉之后 和要乐成功和解 今天上午士林地方法院召开第四次开庭 这一次将辩论终结 也是严亚伦向法官争取缓刑的机会 一早他以一身休闲打扮现身地院 营养轮本人似乎也不受 MeToo风波的影响 积极付出 开演唱会 经营甜点店 而这一次庭审结束之后 预计最快本月底宣判结果就会出炉 新北玉德国际学校小学部 师生264人去台中校外教学 吃了外购的餐盒之后 统计140个人出现上吐下泻等症状 当中还有四个人住院 卫生局随即前往餐盒提供的国风食品鸡茶 当场发现几项缺失 包括击沉不洁 冷冻库没有除霜 食材没有覆盖等等缺失 卫生局要求暂时停止营业消毒 并且勒令限期改赛 否则最高可以开罚2亿元 高雄市金站等6家公司 今年3月被查出进口大量中国苏丹红辣椒粉 在台湾进行第二次混料加工之后 出货给下游厂商 引爆全台食安危机 高雄地检署今天真结 依照违反食安法 诈欺洗钱防治等罪 将对理性业者等6人提起公诉 同时也查扣了1亿3000万元财产 渐行法院科罚12亿 大谷详评遭到前任翻译 水云一瓶偷钱的丑闻有最新进展 水云一瓶已经达成认罪协议 同时还爆出他连看牙医的钱 将近200万台币都找大谷买单 然后中保私囊 离谱的是还曾经24次冒充大谷本人 打电话给银行 私自更改大谷的银行密码和安全条款等 结果包括了银行诈欺以及讨漏税等两项罪名 水源最高可能面临长达33年的刑期 以及超过4000万元台币的罚款 同时水源还得归还从大谷账户上偷来 大约55亿台币的钱 以上新闻由民事新闻部制作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新闻内容请上民事新闻官网搜寻